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 我国第一代和最新一代教练机在江西南昌飞行大会上炫技蓝天 展现了高超的飞行技能 也展示了航空工业的实力与自信 现在就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现场 一睹为快 我现在在江西南昌飞行大会的现场 多型飞机已经抵零 正在进行精彩的特技飞行和编队飞行表演 L15高教机和初教六的罕见恐龙备受关注 第一代教练机和最新一代教练机 它们的诞生时间前后相隔了50多年 堪称半个多世纪的传承和接力 它们在空中完成了多个特技动作和队形变换 初教六被称为中国飞行员的启蒙教练机 它首飞于1958年 至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 口谓是老当一状 初教六绕场平飞完成了多个盘旋动作 可以看出来它的操作性能极强 并且具有很高的安全余度 L15高教机可初教六相比可谓是后起之秀 前景广阔 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多用途高级战斗教练机 L15在空中完成了多个单机特技表演 盘旋横滚倒飞 辽机拉起仰角30度 场面十分震撼 列印L15高教机今天在空中完成的高难度动作 体现了它先进的气动布局和强大的操作性能 目前部队已经开始实行由出教直上高教的教学改革 今天两款飞机的同台表演也呼应了我国飞行员最新的培养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参加飞行表演的飞行员大多是空军退役飞行员 在他们阵阵征战蓝天之前都要与教练机为伴 教练机可以说是他们蓝天生涯的开端 今天我有冲上蓝天驾驶我自己的伙伴 可以说是德性应手 教练机可以说对培养飞行员来上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一个支柱作用 对我们空军建设培养飞行员是必不可小的一个部分 L15卓越的低速性能和各项指标 速度指标 机动指标这些方面与军事飞员培养过程当中特别契合 它的飞机的一个是人机界面 综合航电 以及现代的这样的一些火控和雷达这样一些系统 与世界国际上这些主要的战斗教练机都是同步的 而且在某些程度是出于 这些人会有什么会讨论的 我会讨论的消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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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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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国产教练机的空白 当飞行学员掌握基本的飞行特性后 要成为独当一面的尖机机飞行员 还要经过尖叫机的磨练与训练 尖叫7 专门培养尖7-8战斗机飞行员 填补了中国没有两倍音速高级教练机的空白 尖叫9 拥有全新的气动外形 换装无盘13发动机 采用新驾驶舱设计和综合航电系统 腋下可悬挂四枚导弹 兼有一定作战能力 可随时投入战斗 除了承担尖7-8等 二代战斗机的战术训练任务外 还能满足三代战斗机的训练需要 L15高级教练机的问世 使我国教练机实现了二代机向三代机的跨越 L15具有典型的第三代尖机机特征 率先在国产教练机上 采用了第三代尖机机提升机动性的关键技术 操纵敏捷大营角机动性强 能充分满足第三代战斗机飞行员的战斗入门训练 和战术基础改装训练 飞行员只需驾驶 L15十几个小时 就可以直接转飞第三代 甚至是第四代尖机机 与世界最先进教练机处于同一水平 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式 空中梯队中压轴出场的教练机梯队 由五架教石 五架尖教九 以及十二架教八组成 体现出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培养 已经形成高低轻重搭配 完善的初中高三级体系建设 现在中国的军用教练机 我都参与过它的试飞 在我36年的飞行生涯中 参与了很多型号的试飞 但是从教练机来讲 可以从它的初级教练机 以及基础教练机到高级教练机 我都参与了他们的试飞 从我们国家的教练机来讲 它是一个成体系发展的 作为飞行员的摇篮 中国教练机的研制 走出了一条由引进仿制 到自主研发的 中国特色教练机发展之路 对海空军飞行人才体系培养 和战斗力生成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主研制的教练机 经历一代又一代的发展 如今越来越适应于 飞行员的培养需求 最新一代的高教机 到底有多强 下面我们跟着记者 近距离走进猎鹰L15 一探究竟 我身后的两架飞机 就是刚才在空中 进行精彩飞行表演的 两架L15高级教练机 那么近距离走进L15 我们首先的感觉 就是它的外形非常的流畅 从机头到机尾 它采用的是 一身融合体的设计 那么这样的设计 也更加贴近最新一代战斗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小翅膀 它的名字叫做边条翼 可别小看它 它的作用非常的大 可以提升飞机的升力 提高它的内部装载空间 还能够降低它的飞行阻力 同时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可以使飞机的可控引脚 达到30度以上 L15的双发动机 同样引人注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多种武器 为我军前线地面部队 提供近距航空火力支援 华北某把场硝烟迷漫 战营轰鸣 在这里大显身手的 正是人民空军装备的 发展次L15的轿石飞机 可以看到以猎鹰之名 飞机在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时 敏捷而轻盈 发射出的炮火精准且凶猛 轿石飞机的航电性能很先进 能够帮助我实现全部命中的目标 我们模拟真实战场还用下的各类攻击方法 同时结合轿石飞机先进的火控系统 以及全新的雷达侧击模式 使得武器解算更加精准 命中力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 在L15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L15B型战斗教练机 被称为战斗入门型教练机 装备推力更大的发动机 像L15B和战斗机一样 能够实现超音速飞行 同时 L15B机头换装了多用途无源相攻阵雷达 能够携带多种导弹 航空炸弹 火箭弹等武器 可以执行对地对海攻击 中进去空战等任务 堪称真正的战场多灭手 L15作为一款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教练机 第一个就是高机动性 它和战斗机的机动性要非常接近 同时又要保持安全 所以这个已经通过我们的飞行 已经得了充分的验证 这个机动能力不压于战斗飞机 作为一架教练机 它最根本的作用还是培训飞行学员 再经过特别允许啊 我可以到飞行员的座舱里面去 一看究竟 一坐进L15飞行员的座舱 我就感受到了我国最先进教练机的强大气场 那么在我的面前呢 是密密麻麻的仪表和按钮 看起来非常的复杂 我的身后呢就是教员的座舱 当飞行训练的时候 教员坐在学员的身后 它可以实时的观测学员的各种操作 同时它们的仪表数据的显示也是一致的 L15呢它的高安全性 特别是在低速的时候 在做边界的时候 兵员在学习 在衔接的过程当中 操纵要安全 这个安全更多的体现在 学员一开始 它的能力是有限的 它可能更容易犯错误 但是最后出来的时候 要求它的能力又很接近这个战斗性能力 所以这点来讲 我们安全性这块采取了很多措施 一个是气动上它有一辆 另外呢从飞控这块 边界上有些保护 这个系统 更多的是双鱼度 保证的安全 L15高级教练机它采用的是数字化电船系统 还有开放式航电架构 同时它的操作性能非常的强 安全余度也高 深受国内外飞行员的好评 作为L15的国内自用型号 也就是教练时 目前正在不断列装空军海军航空兵 以适应和满足最新一代战斗机飞行员的培养需求 比如说歼20歼10歼16等战斗机的飞行员 都可以通过这一体采样出来 飞机从设计阶段开始 它就是瞄准我们三代 以及三代以上战斗机的一个起点 作为设计的 它的飞行这个经历 以及这个飞机的飞行特点 和我现在的战斗机的 这个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要稍微的熟悉一下 就可以直接上我的全天战斗机 但随着战斗机的不断迭代 世界各国对于教练机的发展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各国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 均向着缩小教练机与战斗机的代差 提高训练效益 降低训练成本这几个方向发展 同时赋予教练机更多的功能 教练机也将以更多的角色 为部队提供经济高效的服务 L15更高的效费比 在设计上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 我们飞机的长的集体寿命 飞机的系统做得很可靠 维护性也很好 让它第一小时的费用降下来 另外它要有一些虚拟的战术训练性 让飞行员可以完成整个战术任务的训练 包括和地面和空中的这些链接 这些能力都要培养 21世纪初 我国高级教练机 以二代教练机为主 与三代机强调高机动的特性相差较远 无法很好地完成 第三代战斗机的大营角机动训练科目 因此迫切需要一款 能担负起三代机训练任务的高级教练机 L15高级教练机 是我国第一型采用 大边条一身融合气动外形设计的教练机 项目启动之初 我国还没有这种气动布局的设计经验 L15项目团队边学习边摸索 在研制中不断成长 最终使这种设计成为现实 2006年3月13号 L15首架原型机起飞升空 在空中飞行18分钟后 安全着陆首飞成功 主飞当时的飞机是一个 现在今天来看是一个技术验证机 突破了总体启动 突破了电船飞控 也突破了很多系统结构 系统的一些关键技术 那个阶段对我们而言 对我们这个团队而言 那确实是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这个先进的这个气动布局 我们甚至在国外做了很多实验 那我们那个上的这个电船飞控系统 我们以前也没有做过 我们做出来这个电船 应该说这个一步就比较到位 使我们的飞机直接上了 世代机技术的滴滴威舵机 直接上了背板串行桶线 使我们这个电船飞控系统 一步就达到了比较先进 2006年首飞至今 L15历经多次改进 换装了无源相控阵雷达 增加了武器挂架 在飞机操控和机动性能上 与世界大部分三代战机处于同一水平 2008年中国航展 L15首次以实机飞行的形式登台亮相 进行了空中小半径盘旋 低空大仰角通常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充分展示了三代高脚机 良好的机动性能和大影角飞行性能 2009年迪拜国际航展 L15进行了首次海外飞行表演 引起世界关注 2017年国际军事比赛2017 代表国家征战的高级教练机组 摘取了航空飞标项目 强击机组第二的优异成绩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对飞机的结构进行了一轮 比较大的优化 减轻了重量 然后对飞机的系统 又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升级 特别是动力系统的升级 采用了全权限速控的发动机 使我们飞机的动力 应该说相当充沛 保证了飞机的击动能力 作为一款教练机 猎鹰L15拥有如此卓越的性能 令人赞叹 这体现出我国航空工业强大的实力 先进装备如何锻造 那么接下来 我们和记者走进航空工业 宏都制造车间 探秘这款猎鹰如何打造 这里是猎鹰L15高教机的诞生地 这次参加飞行表演的 初教6和L15就来自这里 不仅如此 可以说这里是中国航空工业的 单身地之一 1954年 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 初教5就是在这里飞向蓝天 60多年来 宏都集团专注于教练机的生产和研制 研制出初教6K8L15等一系列明星飞机 被称为中国教练机的摇篮和基地 飞机制造都有哪些黑科技 现在我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这里是一个板筋加工车间 整个车间除了机器的轰鸣声 此起彼伏的是悄悄打打的声音 那么这是工作人员在悄打飞机的零件 为什么飞机的零件需要靠人工来操打呢 这是因为它的每一个部件 对平滑程度要求是很高的 您看这样一个部件 它是飞机身上一个常见的整流罩的部件 它的折弯处是非常平滑的 不会出现平直的棱角 这是为了受力均匀 防止折弯处出现裂纹 我在这里还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 工作人员使用的锤子 它是一个木制的材料 那么使用这样的工具呢 也是为了防止零件的表面受损伤 而在所有的飞机零件中 对平滑程度要求最高的是萌皮 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萌皮也就是飞机的表面 因为它直接接触空气 在接触到空气的作用力之后呢 会将作用力传递到 和它相连的机身机翼和骨架上 因此对萌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不仅要求它可塑性强 强度高 还要求它的表面绝对平滑 那么我身后的机器呢 就在正在进行的就是萌皮的加工 它通过这样一个模具 将原材料压形成相应的形状 就完成了萌皮加工的过程 看到这样的模具 就是我们平时所乘坐的 民用客机的机身的模具 通过这个模具 就能够生产出一张相应形状部件的萌皮 而为了实现表面的绝对平滑 之后装在萌皮身上的锚钉 它的凹凸程度不能超过0.1毫米 鼻跟头发生还细 您能想象吗 早期的萌皮它还是布置的 也就是一层纺织材料 布在木质或者金属架上 再覆盖一层不透气不透水的材料 来满足飞行需求 现在的萌皮已经是 铁合金 铝合金等材料 现在采用钛合金和复合材料 我反进加工车件不同 在部件车间所有的生产流程几乎是自动化的 通过数据编程 原材料加装 再按启动键就可以实现机家成型 那么我身后的这些部件呢 就是L15高轿机身上的部件了 可以说整个车间高科技的含量非常高 有了部件接下来就要进行组装了 在总装车间 我看到每一个工作位 都围着很多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他们正在进行飞机的组装 从这边这个工作位到最后这个工作位 将对飞机进行五脏六腑的填装 通的 它是一个L15胶链机的机身段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工作人员还要进行通电 通气 通压等性能测试 最后完成组装的飞机会通过我身份的 最后的大门驶向诗飞区再次检验性能 成功这次进行进行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感觉到这一个小时的这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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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飞行表演的成功 不仅证明了教石战斗教练机 在垂直状态下安全可控 也印证了它的高保洁性和气动布局的安全性 第十七届的重新战斗教练机 从动力系统 飞机结构 综合航电 武器火控和使用维护性等方面 进行了广泛改进 飞机性能得以显著提升 那么近距离走进L15呢 我们首先的感觉就是 它的外形非常的流畅 从机头到机尾 它采用的是一身融合体的设计 那么这样的设计呢 也更加贴近最新一代战斗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小翅膀 它的名字叫做边条翼 可别小看它 它的作用非常的大 可以提升飞机的升力 提高它的内部装载空间 还能够降低它的飞行阻力 同时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可以使飞机的可控引脚 达到30度以上 L15的双发动机 同样引人注目 当其中一个发动机 发生故障的时候 另一个发动机 还能够继续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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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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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 有了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级教练机 15年后 中国新猎鹰闪耀迪拜国际航空展 在世外进展区 L15高级教练机 和它可以携带的系列基载武器一同亮相 新猎鹰的作战能力备受关注 从教学到战斗 先进的猎鹰并非一蹴而就 这背后是航空人十余载的前行研制 和精心改进 21世纪初 我国高级教练机 以二代教练机为主 与三代机强调高机动的特性相差较远 无法很好地完成 第三代战斗机的大营角机动训练科目 因此迫切需要一款 能担负起三代机训练任务的高级教练机 L15高级教练机 是我国第一行采用 大边条一身融合气动外形设计的教练机 2006年3月13号 L15首架原型机起飞升空 在空中飞行18分钟后 安全着陆 首飞成功 2008年中国航展 L15首次以试机飞行的形式登台亮相 进行了空中小半径盘旋 低空大仰角通常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充分展示了三代高轧机 良好的机动性能和大营角飞行性能 2009年迪拜国际航展 L15进行了首次海外飞行表演 引起世界关注 2017年国际军事比赛2017 代表国家征战的高级教练机组 摘取了航空飞标2017攻击机组第二的优异成绩 2006年首飞至今 L15历经多次改进 换装了无源相控阵雷达 增加了武器挂架 在飞机操控和启动性能上 与世界大部分三代战机处于同一水平 如今L15高级教练机飞得更好更高 它以更精彩的飞行表演 在两大国际航展中为观众带来视觉盛宴 这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猎鹰整体性能的不断优化和显著提升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飞机的结构进行了一轮比较大的优化 减轻了重量 然后对飞机的系统又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升级 特别是动力系统的升级 采用了全全线速控的发动机 使我们飞机的动力应该说相当充沛 保证了飞机的机动能力 作为一架教练机 它最根本的作用还是培训飞行学员 在经过特别引试 我可以到飞行员的座舱里面去一探究竟 一坐进L15飞行员的座舱 我就感受到了我国最先进教练机的强大气场 我的身后呢就是教员的座舱 当飞行训练的时候 教员坐在学员的身后 它可以实时的观测学员的各种操作 同时他们的仪表数据的显示也是一致的 L15高级教练机 它采用的是数字化电传系统 还有开放式航电架构 同时它的操作性能非常的强 安全欲度也高 承受国内外飞行员的好评 作为L15的国内自用型号 也就是教练时 目前正在不断列装空军海军航空兵 以适应和满足最新一代战斗机飞行员的培养时求 比如说歼20歼10歼16等战斗机的飞行员 都可以通过这一体系培养出来 L15有一些虚拟的战术训练系统 让飞行员可以完成整个战术任务的训练 包括和地面和空中的这些链接 关注国防科技动态 聚焦国防工业发展 大家好 欢迎打开新一期的国防科工 都说保健风从魔力出 如果战机是保健 飞行员就是剑锋 而魔力剑锋的就是教练机 随着一代代新型战鹰搏击蓝天 作为磨刀石的教练机也在加速升级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中国航空工业 在贵州安顺大山深处的飞机制造厂 感受英机长空的豪迈 失速尾旋训练 一个几乎让全世界飞行员都弹枝色变的飞行训练客户 他曾因难度过大风险过高 在国内飞行院校中段训练近30年 一旦失速进入尾旋状态 战机就像进入一个巨大的磁场 拧麻花一样急速翻转下坠 完全失去控制 据统计 航空史上作战飞机失势 有40%左右是失速尾旋造成的 那么什么样的战机才能成功飞越死亡陷阱 在我旁边的就是尖叫酒 又被称为山鹰 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一款高级教练机 它也是我国飞行员人才 培养非常重要的一款机型 同时也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课目 就是失速尾旋 也被称为死亡螺旋 那战机一旦遭遇失速尾旋 就会失去控制 一边下坠一边侧翻偏转 处置稍有不当就会击毁人亡 这被视为是飞行的禁区 那为了更加贴近实战 保证飞机和飞行员的双重安全 飞行学院就会设置这样一门课目 来帮助学员掌握违旋改出这项技能 而山鹰也是第一款 我国飞行员自主完成违旋试飞的型号 山鹰最大的亮点 就是它挑战过几乎所有失速违旋客目 发动机车 无论的任务 三公里在这违旋 2011年3月 山鹰失速违旋试飞过程中 试飞员进入各种违旋 30多次 飞机复仰角最大达到50度 试飞员复过在最大达到两季 其中两次还进入了风险巨大的倒飞违旋 山鹰成功完成违旋试飞客目 找出了各种模态下改出违旋的有效办法 更重要的是 这是我国首次在星期定型中 全部由我们自己的试飞员 来飞失速违旋课目的机型 为我国航空试飞技术填补了空白 较久这一块是全程按照国军标 来完成这个失速违旋相关的工作 我们是从失速违旋相关的实验到试飞 全部都是由国内人员自主完成的 真正的试飞工作 是我们国内的飞行员组织完成 失速违旋不是飞机的正常飞行状态 一般是飞行员误操作 导致飞机仰角超过特定临界角度 或遇到不稳定气流时发生的 实际飞行中 空中情况变化多端 飞机难免会进入违旋 因此每款战机在研制试飞过程中 都要找到改出违旋状态的最佳方法 以指导飞行员在处置空中特径时 能尽快转飞为安 但每一种飞机改出违旋的响应时间是不同的 尖叫机一般在5秒左右 有些飞机会达到10秒甚至更长 而尖叫酒改出违旋 最短只需2秒 这与它优良的设计分不开 山鹰有着银灰色的金属涂装 高高隆起的机背极具立体感 那山鹰采用的是两侧内下进气的方式 在它的进气道外有一个挡板 这就是它的斜板 上面是布满了小孔 能起到负面层分离和隔离负面层的作用 减小负面层效应对发动机工作的影响 能够保证飞机在高空高速时气流的稳定性 和飞机的稳定性 同时呢它采用的是全新的气动布局 那么在机翼下方还可以挂载 空空导弹 火箭弹 航空炸弹 可进行空空空地实战技能演练 所以说山鹰不仅具有训练能力 同时还兼具一定的作战能力 2006年尖叫酒山鹰首次在中国航展上 进行空中特技飞行表演 它使而自由翻滚 使而低空通场 俊美的双翼仿佛力歇出鞘 优良的机动性能令人印象深刻 贵州安顺大山深处 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的贵飞公司 是山鹰诞生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 贵飞人在米格21教练机基础上 制造出双座高级喷气教练机 尖叫漆 随着三代机大量装备部队 这里的军工人在吃透尖叫漆的基础上 快速改型升级 2003年一款名为山鹰的高级教练机 在大山深处实现首飞 此后在空军海军大批量使用 显示出航空工业后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飞机呢 就是尖叫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它的色调呢是由蓝白色调为主体构成的 而它的漆头呢是采用的一个比较远比较短的漆头 我们再来看一看由它改进而来的尖叫酒 那虽然尖叫酒是由叫漆改进而来的 但是已经完全看不出原型机的模样了 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尖叫酒系列飞机的总设计师 胡总是胡总是您好 那胡总我发现啊 首先是机头变了 它变成一个比较修长的一个尖头 而且进气道呢 也由这个机头进气改为了 这样的两侧内下进气 这样的改变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如果在叫漆那种设计构形下 它是装不了什么设备的 空间很小 全部被进气道占了 在叫酒飞机上呢 我们里面可以装大量的设备 包括航电的设备了 通讯导航的设备了 都装在这里面 那胡总是 我刚才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就是尖叫器 它的前后座舱是在一个水平线的 但是可以发现这个 怎么的尖叫酒 它的座舱 后舱要比前舱高出很多啊 对了 尖叫器呢 因为它前后舱落差比较小 后舱飞行员世界很差 这对于叫学了和飞行的安全了 都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尖叫酒为了提高这个训练功能了 把这个前后舱的落差加大 加大以后 在确保这个前舱飞行员 有很好的世界的同时 后舱飞行员也有比较好的世界 叫酒飞机上 我们就使用了整体圆弧风挡 这个风挡呢 就是中间没有骨架 而且它很连续 往座舱外看的时候 视野就显得很开阔很干净 尖叫酒它的机翼采用的是一个双三角翼 作用是什么呢 到了三代机时代 飞机的不再追求高空高速 而追求它的机动性和这个良好的这个起降性能 双三角翼呢 加大了机翼面积 它能够有效降低飞机的最小频率速度 同时呢 大幅度改善这个起降性能 更适合于三代机飞行的特征 这样呢 就是能够满足三代机飞行的训练需要 2016年 在山鹰基础上改装而来的 舰载机飞行员教练机首次亮相 与原型相比 它并未采用双三角机翼 而是采用了更小后略角度的梯形机翼 同时增加了机翼边条和前缘机翼 中低空中低速飞行性能和起降性能 有了很大改善 满足模拟舰载机短距起降和精准操纵的要求 目前世界上拥有大中型航母的国家 普遍装备有舰载教练机 这些舰载教练机基本都脱胎于成熟机型 这是因为新研制的战机并不适合改装成舰载教练机 作为训练教学的舰载教练机 必须有较高的安全欲度和容错能力 舰载教练机的性能和特性还要尽量接近 现役舰载机以保证学员能顺利过渡到舰载机的飞行 因此技术成熟安全系数高 便于改装的机型就成为舰载教练机的宠儿 但改装成本和研制难度不亚于研发一款新机型 教练机的设计理念和战斗机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 教练机实际上应该谈谈实用性 经济性 因为先进技术的实用意味着高成本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那么作为教练机来说 够用就好 因为大量的飞行员训练 大量的飞行消耗的成本是很高的 如果说尖机机是空中超跑 那么教练机就是肩负重任的空中驾校 为了让一群群山鹰早日振翅翔翔 贵妃人悉心肤造着山鹰的每一个细节 这里就是竖控车间 可以看到在我的两侧 就是一台台的竖控机床 而尖叫酒大部分的零件都出自于这里 在我面前的这样一个大零件 就是竖控机床生产出来的 可以看到它有大小不一的矿格 凹凸不平的形状是非常复杂的 那在原先生产出这样的一个零件 是需要几十块的小零件拼合起来的 而现在通过竖控机床 就可以进行一体化的生产 在我身后的这个设备 就是竖控厂房的王牌设备 它就是龙门喜 它有两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就在于 它非常的长 有25米 所以可以对大型的零件进行加工 而它的第二大特点就在于 它可以对复杂结构件进行加工 我们走进去看一看 可以看到 现在正在旋转的这个圆柱体 就是它的主要装置 它可以进行五坐标的切削 而它现在喷洒的这个液体 就是冷却液 可以对零件进行降温 防止零件变形 从这个门进入 我就到了给零件发准生证的地方 这里就是竖控测量机房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有两台竖控测量机 它们的精度都能够达到 0.008毫米 行业简称8mU 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8% 那从刚才的竖控机床 加工出的零部件 都需要通过这里进行检测 只有完全合格才能交付下一步 那在我旁边正在进行作业的呢 就是零件的质量把关人 王光您好 那我看其实我们的设备非常的简洁 它是怎么样进行测量的呢 通过红宝石 然后连接测量机的传感器 光三尺一直连接到电脑 读出数据来 对合数目来检测这个零件 本身呢 干这个工作就必须要仔细 质量必须要把关 如果不合格 我坚决不能放它走 在尖叫酒的机身上 除了使用金属部件之外 在机头尾翼等部位 还使用了新型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的使用 是战机由二代机 向三代机升级的特点之一 在我旁边的黑色材料 就是飞机的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表面的电磁波 通透性很好 而普通的金属材料表面 有很强的电磁波反射作用 所以呢 复合材料表面可以确保 飞机的雷达和通信设备 可以有效的接收电磁信号 那在我面前的这个复合材料 我们来点一点看 可以感觉到它非常的轻 大约只有一公斤的重量 我们再来敲一敲 可以感觉到 它的这个声音呢 是一种塑料的质感 那虽然它非常的轻 但是呢 它的强度却比钢板还要强 那这样的一块复合材料 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大家看 在我身后的这个透明的房间 就是净化间 它那是孕育飞机复合材料的地方 那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要保证生产的洁净和无尘 所以要想进入净化间 就需要穿戴好防尘服 穿戴好防尘服之后呢 我就要走进风铃间 去去除身上的粉尘 刚才的风特别的大 大约十几秒钟 而且能够闻到一种清新的味道 那现在呢 我就要戴上这个防尘手套 来保证在净化间绝对的无尘 那在净化间当中呢 要保证它的湿度 温度和尘埃粒子数 都在我们要求的范围之内 我们来看 这就是复合材料的原料 感觉非常的薄 那它呢 需要一层一层的堆叠起来 它呢是由碳纤维和树枝构成的 而且它的原料储存条件 是非常严格的 在零下18摄氏度之下呢 它能够储存一年 而在常温之下 它只能储存一个月 所以说它需要在一个 专门的冷藏室进行冷藏 那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刚刚拿出来 上面的这一层呢 它的精纬度 跟下面这层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呈现一个45度角 这是因为根据不同的强度要求 复合材料需要以不同角度的 经纬进行叠加 从而增加强度 以达到设计的要求 所以说 复合材料的堆叠 并不是简单的叠加 而需要根据设计工艺 来进行不同角度的堆叠 少到几层 多达上百层 来形成我们所需要的 飞机复合材料部件 迎合而成的飞机复合材料部件 需要通过旁边 这样一个大的热压罐 对它进行高温高压的固化定型 才能转移到下一个生产工序 一款优秀的战机 身板不仅要足够硬 还要足够轻 而先进复合材料 能让战机练就绝世轻功 要知道 在飞机上没减轻一克质量 其价值可要远大于一克黄金 碳纤维复合材料 相对金属材料轻便很多 可使飞机大大减轻自重 减少油耗 增加有效载贺 提升航程航需 此外 碳纤维复合材料 还具有性能高 抗疲劳 耐腐蚀 可涉及性强等特点 综合性能再过钢筋铁骨 三代以后的飞机 大量采用复合材料 它的性能会有极大的提升 整个飞机结构稳定性 结构效能大大的提升 飞机的航程 速度超音速巡航 大大的提升能 而且的话 它结构可设计性强之后 可靠性更高了 我们下一代的 教练机 很可能就是 全辅材结构的了 虽然碳纤维复合材料 优点众多 但制造成本高昂 所以在追求高消费比的 尖叫酒上 依然使用金属蒙 蒙皮是形成 飞机气动外形的重要构建 由于受力复杂 所以它的强度 韧性 可塑性 和表面光滑度 都有很高的标准 这也考验着 飞机蒙皮的生产工艺 在我身后 这个高大的设备 它叫做柔性冲击拉伸机 也叫做蒙皮拉伸机 它具有两大功能 第一个就是拉伸 可以把材料通过拉伸之后 变为弧度不同的零件 那第二个功能 就是可以通过 液压设备来进行压制 那同时它也可以 边压边拉 那这些材料呢 在它的作用之下 就变成了柔软的金属 这也是它柔性的体现 这个零件呢 就是由柔性冲击拉伸机 制造出来的 我们来看 它呢非常像一个梯形 而且表面非常的平滑 可以看到 它不仅具有一定的弧度 而且在这儿 还有一个凹凸面 制造工艺的难度 是比较大的 但是通过柔性冲击拉伸机 就可以一次定型 这个设备呢 和过去的设备相比呢 它是多前口 柔性的 它根据这个形面的不同 可以随零件来摆动前口 再一个是拉伸的距离大了 以前我们的设备呢 没有这么大的拉伸形成 表面上有些凸或者挖 它可以先预制压完 完了再拉伸 在这一台设备上 一起完成 蒙皮拉伸机 从多角度多曲面 将坚硬的金属 一次压制成型 不仅提高了效率 而且提高了成功率 使得以往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 用手工一锤锤 敲打成型的硬金属 在这座高大的设备 揉捏拉伸之下 快速定型 但是定型的飞机蒙皮 这时候还不能够装到机身上 由于它会大面积 与外界接触 所以在锁装之前 还需要经过一道 特殊的加工工艺 来增强它的耐辅实性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就是热表分厂 所有生产出的零部件 都需要通过热表处理 才能够使用到飞机的身上 热表处理可以分为 热处理 表面处理和污水处理 三大板块 它的作用是可以提高 飞机零件表面的耐辅实性 硬度和强度 这是一条杜心杜隔 零化自动生产线 可以看到现在吊机 正在调运着一个个的零件 它可以自动把它们 放入我旁边的这样一个 长方形的槽内 然后这些槽 每一个都会有不同的容额 而且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然后再自动转运到下一个槽 直到完成36道工序之后 才能转运到下一个生产环节 因为飞机在设计过程中 会在不同的辽地下使用 也就是在沿海 涉及到盐雾 在潮湿的攻击中有氧化 镀心镀骨 零化生长线 就是表面会生成一种膜 来延长零件的使用寿命 在适应在这种环节上使用 镀膜完成后 零件在热表厂要完成的 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喷漆 它将要根据零件 耐高温 吸光 耐腐蚀性等不同功能的要求 为它们穿上 红色 黑色 黄色等不同颜色的外衣 如果说热表处理 是为零件提升强度和耐腐蚀性能 那么布装车间 就是让这些零件 对号入座 当尖叫酒零件 被组装成大部件之后 就要被奉上 新加工台 对之前硕干个工序中 积累的误差进行再调整 以使机身大部件 能够精准对接 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在我旁边的这个平台 就是精加工平台 所谓精加工 就是要对飞机的焦点孔 进行精度的加工 那焦点孔 就是连接飞机 大部件的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 在这儿有一个螺栓位 它就是飞机 其中的一个焦点孔 而像这样的焦点孔 在一架飞机上 有几十个 那建立坐标器之后 就可以通过激光 来去除焦点孔上 多余的部分 从而达到一个 消除误差的效果 而且在这个平台 可以对于不同的飞机 进行一个精度的加工 加工的孔 孔壁的这个 光节度要求 都非常高 因为这个结合螺栓孔 它是直接连接 机身和机翼的 那么机翼一展 在飞行的过程中 实际上变形量是非常大的 这种变形 如果它会传导到 这个整个的这个孔壁 如果孔壁的光景度不够 久了就会产生疲劳的裂纹 最后会导致 这个孔的这个失效 造成更严重的 包括飞机分解的这种可能 在航空制造业 有一克飞机 一克黄金的说法 一架教练机上万个零件 它的尺寸外形精度 都体现着一个国家 航空工业的生产制造水平 现在呢 我们已经掌握了 自主研发制造 高级教练机的工艺技术 但是从雏鹰到山鹰 这其中的蜕变奥秘 又是什么呢 是飞 好比雏鹰升空示意 是飞机研制定型和交付部队前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不仅要检测飞机的安全性能 还要测试飞机的极限状态 极具风险性和挑战性 也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 我们看到啊 在我旁边的这个跑道上 正在进行滑行的就是 尖叫9系列飞机 FTC2000G 大家可以看到 它采用了T型机翼 并增加了边条翼和前缘金翼 低空低速性能有了很大提高 它要进行多个课目的试飞 那么今天它要进行的就是 其中一个试飞课目 本次试飞是对FTC2000G雷达改进后的第一次试飞 或对飞机的部分基本功能进行检查 并录取雷达杂锅 检验雷达性能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天气状况并不是非常的好 能见度比较低 这也是大大增加了飞行的难度 而且可以听到 现场有非常巨大的轰鸣声 我也是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的 那么飞行员飞行的难点之一呢就在于 跳驾驶不同的飞机来进行多个课目的检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也是对于飞行员心理素质和操作技能的极限考验 现在飞机正在从我身边划过 已经起飞了 整个飞机鉴定的试飞期间的要测试的项目 大概有几百项 都是要一一对照原子总要求来测试 要确保每一个指标都是要达到的 试飞场上空存来飞机盘旋的轰鸣声 今天的虽然是阴天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它正在平稳飞行 期待一切顺利 我们看到现在FTC2000G 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试飞之后 已经成功降落了 今天主要是进行雷达功能验证试飞 验证了雷达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 全方向对目标进行搜索 识别和跟踪的功能 试飞结果达到了设计要求 那么经过允许 我有幸登上 FTC2000G的座舱 现在我就坐在FTC2000G的前座舱 可以感觉到真的非常的宽敞 我的四肢都是可以舒展的 而且胡总啊 我发现我前面的这个综合航电系统 它更加的简洁 变成了就像我们平时的平板电脑一样的显示屏界面 对的我们这个2000G呢是按照现在飞机设计的要求 已经把机电仪表全部取消掉了 这里面就是航电信息 武器信息 还有电子地图 还有机电的信息 全部显示在这个三个屏里面 这样的信息的显示量非常大 切换也非常方便 便于飞行员的这个信息获取和一些决策 那胡总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学员来说 我在飞行的时候操作失误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是后舱教员会纠正的 因为前后舱的飞行操纵 都有一个等效的操纵 在教员操作的时候 对前舱飞行员会有一个提示 对它的错误会进行纠正 而且我发现我坐的这个座舱 它这个座椅感觉非常先进 对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通运型座椅 它的乘坐舒适性很不错 同时呢 救生性能也非常好 在应急情况下 能够保证飞行员安全遗迹 对飞行员的生命保障是很关键的 从尖叫7尖叫9 到畅销海外的FTC2000系 再到海山英 贵飞已经成功研制 交付了数十种型号的 尖机机教练机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奇迹 作为一个老三线军工企业 深藏大山 却用敢为人先 创新进取的精神 飞出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高度 诠释了老三线的军工人精神 相信未来 在这片大山之中 中国军工人还会创造出新的辉煌